朋友们让我说一说国主 说一说习简吹 我一直认为啊 要想国主抢 你还得看新疆 打铁的小李子习简吹 我一提起他 我就是一股子黑气直冲天灵干 试问一下 咋样才能把一场稳赢的比赛搞输呢 也只有习简吹能做到了 他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顶了个空气稀薄刘海 在场边不停地吹动着他的秀发 我不知道他想证明什么 我的感觉就是他觉得自己很帅 书球其实没有多气 但是每当我看到习简吹在场边吹动他 刘海吹动他 秀发的时候我是真的气 我真想冲回家 把我们家祖传的那把生铁剪刀给他磨立了 快速地到小李子面前给他剪个矛盾 让他精精神神地做一把人 我严重怀疑 是不是他的刘海遮挡住了 他那充满智慧的小眼睛 西简吹啊 你听我一句肺腑之言吧 我不会害你的 你回家吧 回老家吧 你规规矩矩 认认真真地找一个管吃管住 稍微干净一点的工厂 站在流水线 滋滋细细地打好你的每一个螺丝行不行 主帅这个位置你真的不适合 你每次都把水到渠成的事情 板子上钉钉子的好事 你非要给他整凉了你才高兴 我有的时候觉得你好玩皮呀 你好是当年的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呀 你让我们是又急又气呀 世界杯已经让你整的已经没有什么缘分了 但是现在还有那么一丝丝的希望 我希望你把握住 你可千千万万再不要犯病了 你可千千万万再不要故技重施了行不行 客场对战日本队 洛国富累积黄牌已经停赛了 但是现在还有其他的规划球员 你放手一搏吧 小李子你可千千万万再不要意气用事了行不行 你能不能创造奇迹 如果你能创造奇迹的话 赢下这场比赛 那我们将重燃出现的希望 我求求你了席间吹 你可千万不要让人家把我们一个double q了 我求你你再不要让我们心凉了行不行 不要再让我们的希望变成失望了好不好 不行我还是不相信你 你敢不敢立下一个军令状 如果这场比赛不赢的话 你就把你心爱的刘海给他一刀剪了 让我给你干干净净利利说说的给你理个矛盾 行不行大家觉得怎么样 好想说的 你还没想到这样的事 你还没想到这样的事 但是我们还是要变成了